6號的波板堂過關後由2.8倍變成2倍 然後只有6號的太陽經歷 叫做有少許過關飛 不看臨場了 波板堂由過關關2倍回到2.5倍開跑 今場4號的鄉村傳奇 響倍率方面單期表現 由10倍打到4.9倍成為次熱門 第三熱門就是6號的太陽經歷5倍 10號的苦苦生威都有些冷門涌等 70倍變成59倍 起步中間也挺快的 快步速波也不夠人快 你也要留住在開邊吧 威馬嘉賓還未能夠搶禮 裏面我們看到這次鄉村傳奇跳出來也挺爽的 波板堂得很快 中間突出來了 接著後一點是第四位的馬 就是帶著額枯的有志者 在旁邊有好利高 最後第七位的馬就是太陽經歷 然後藍藍地三有這個星光活力 接著才到泰保馬拍著快步速 然後在後三個馬 兩個馬位 有隻富有心得慢慢騎前一點 確奇妙拍著它 縮了下去的尾是這個虎虎生威 都帶得多遠 頭踏尾也差不多10個馬位 前面忍著忍著的波板堂 讓它儘量留力在直路才用 開邊已經看到那隻威馬嘉賓騎了幾步 再接著後面的馬 縮著就是鄉村傳奇 後面的馬師看到有老馬的好利高 裡面有這個虎虎生威 開邊我們看到還有帶著額枯的有志者 再追上人的有太陽經歷騎落 又不是說好反應而已 嘩 前面都搖著搖著 這裡也打回兩邊 就越走越遠的就是那隻波板堂 贏了四個半馬位 站在後面差第二 反而很激烈 看到有鄉村傳奇跑第二 第三就是虎虎生威 威馬嘉賓跑回第四 這個波板堂也繼續倒下 嘩 厲害 嘩 第二名和第七名 相差都不夠量 這組都是那些普通料 是否後面那堆是合理的水準 而前面那隻是超水準那種 我們有些錯誤報告來了 沒錯 看看第七場甚麼錯誤報告 在大約最後50米 富有心得未能夠望空 因而未能夠遇上被力拆到終點 至於星光活力 出閘便笨拙 之後被太陽勁力碰撞後 失地也挺多 沒多久之後 在波板堂和太陽勁力之間 處於困境時要收慢 在100米柱 就在有志者和太陽勁力之間 無路可上時收慢 並且向外移出 同時 普羅來西亦報告 在期未能夠應付這晚的場地狀況 各位馬嘉賓 再次是1200米都回來沒甚麼制 我想短期內 如果這個馬不轉回去跑1000 即縮去跑1000 我就不會再跟著他 再跑1200米 我一再看過 我都覺得這個馬跑來跑去 都好像不外如是一樣 所以都已經是 你看看蔡先生都很少 其實將這麼年輕的馬 這麼厚三馬 那你猜一下他的能力 只不過我自己一雙情願 想著 希望在這一組不是很強 對手裏面都會有一個第二關 其實不是很強 你不看那隻頭馬 後面那一架 其實大家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 你看後面那一架 大家差不多 連幼稚者本身都不是短途 都可以接近 好利高 又是半把年多 一把年多 又是球 有分衝 宜和挑戰杯 我不是很想看嗎 很近嗎 沒有嗎 沒有想看 沒有想看 後面那一堆太大